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往下说 咱们再来往下说的话 说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再来往下说的话 就是关于书记库的这部分 关于书记库的这部分的话 咱们在这个面试的时候呢 通常情况下会问到 说你在你的程序当中 如果说要进行书记库这方面的优化 或者说是想要提高你的程序的 这样的网站的并发性能的话 可以从哪个地方入手呢 那如果想要提高我们这个网站的并发能力 最主要尤其要解决的问题呢 就是关于书记库了 所以说有些时候呢 这两个点你都要说的 无论是问你问到书记库的优化 还是问到你的并发的能力的时候呢 关于书记库的这一点都要去提出来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关于书记库优化 到底我们可以怎么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书记库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一个很庞杂的东西 然后呢在公司里面 实际上会有DBA的这样的职位 DBA这个职位挺弱的吗 叫做Data Base 然后呢管理员Administrator 就是数据库管理员了 然后呢数据库的管理员的话 一般要比我们做后端开发人员的工资还要高 一般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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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那DBA做什么工作呢 他天天做的就是 关于优化数据库的这方面了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说对于数据库优化 就咱们仅仅作为是 从后端人员开发的角度 我们可以从哪个地方 来进行考虑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从数据库整个一开始构建 一直到形成数据量小 一直到最后变成一个 膨杂的数据库的时候 那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受到优化 所以咱们来看看 在第一开始 也就是说刚刚一开始的话 应该是从构建数据库表就可以了 那从构建数据库这表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项目中 是带大家一点一点进行分析的 所以你在这里面进行分析的时候呢 就要去考虑到一些问题 考虑到什么问题呢 我们要考虑到日后的扩展 要考虑到日后的扩展问题 然后呢 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呢 还要同时考虑使用查询的问题 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呢 还要去考虑查询的快慢问题 也就是说 我能不能在设计表结构的时候呢 我就优化一下表结构 我比如说我们为了 像咱们在数据库当中 我们为了提高查询速度 就相当于在这行 这个房子进行排序的时候 按照订单量来排序的话 我们为了提高查询速度的话 咱们就采用了一个叫说 给你C了一个冗余字段 利用这样的空间来换取时间吧 所以这也是你可以去考虑的问题 就相当于我在设计数据库表设计的时候呢 就要去想 我最后在使用的时候呢 能不能通过表结构的字段的优化 能够去减少这样的关键查询 然后呢 进而提高我的速度 所以这是在表结构的时候呢 就要考虑的 那除了这样点之外的话 我们一般在进行数据库设计的时候呢 有一个叫做三范式的原则 这之前有讲过吗 有讲过这个 数据库的话 是不是有提到过这个三范式啊 就是代表说 我们在数据库当中这个表 究竟该怎么进行设计 那这个三范式的话 大家已经了解过了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面 给大家提供一个链接地址 这里面呢 有一个人会借助这个案例呢 也给大家提到了三范式的东西了 三范式说白了 就是关于这个表的结构 拆的不能再拆了 再就是呢 还有些表的一些关联性的字段 然后呢 怎么去进行优化的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带着大家再来稍稍的复习一下 那第一范式在什么意思呢 第一范式的原则就是 拆的不能再拆 比如说现在呢 有这么一张表 如果有这么一张表的话 有这么一个数据要存 那在存的时候呢 如果我只按编号品名 然后呢进货销售 按照备注 按照这样的话去存的话 那进货里面是还分为两个字段 销售是不是也分为两个字段呀 这样子肯定不合理 所以呢 拆的不能再拆了 所以陈浪云在进货里面 再分为进货数量 进货单价 销售数量 销售单价 这里面每一个字段 已经是最底层了 不能再拆了 不过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就是第一范式 那第二范式呢 陈浪云看一下 这里面有这么一张表 那这张表的每一个字段都已经是拆的 不能再拆 但是呢 这张表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冗余数据 什么意思呢 这张表本来就是一张成绩表 成绩表的话 最主要反出来特征的就是学号 然后呢 课程的名字 以及相对应的数据 但是呢 在这张表里面 除了这样最主要的 也就是特征的字段之外 还把关于学号有关的姓名啊 系班姓名啊 系主任 是不是都放在这了 这时候就相当于 这个一个学号当中 然后对应的这个姓名 系名 然后班主任 大量的重复出现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的工作 应该是什么东西呢 按照第二范式来说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 这张表当中 只要反映主要的东西 其他次要的都提出来呀 对吧 所以相当于 就把这张表当中 只保留学号 课程名字跟分数 比如说一个学号 一个人 他的这个课程的 这个课程的分数是多少 这个课程的分数是多少 这是最主要的分数呢 其他的非主要课程的字段的话 全提出来 所以呢 做到这样一点的时候呢 最终拆出来的一张表呢 就变成了两张表了 第一张表 只要反映最主要的数据 学号 课程名 跟分数 另外的东西呢 就拆出来 放到另外一张表当中 我减少了数据量的 姓名 系主任的重复出现 这是关键的 那接下来看一下 第三犯试 第三犯试呢 第三犯试就是说 在这个非主要的张表当中呢 我还要重新关联了 还要去做 做什么工作呢 我去想一下 在这个非主要的这张表当中 也实际上反映在了两种数据 一个是学生的信息 另外呢 是这个学生所对的 系里面的 系名跟系主任之间的关系 我就会发现 如果说在这里面 如果把这个高方方 这名同学的记录 没有存在 没有这个学生信息 如果没有这个学生信息的话 我发现 系名跟系主任当中的那个东西 我就获取不到了吧 就相当于会发现 法律系整个这条记录 都没有吧 就只剩下经济系了 所以这时候就相当于说 哪怕是对于 非主要的张表当中 我还要再来分析一下 字段当中 有没有可能 因为一个人的信息 就把另外的一种数据 都丢了呢 所以这时候 为了保证 其他数据不再丢 好了 对于这样非主要的表 再来拆 再来拆之后 现在来看一下 就相当于就变成了 这样的三张表了 三张表当中的话 这个地方呢 存储学生信息 学号跟学生姓名 以及系名啊 然后呢 如果想要知道 系里面的东西 就会有这个 系名跟追应的系主任了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这就代表是 追应的三范式 就是不断地把表进行拆分 所以一般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式 就是构建表 在同时考虑着扩展 跟查询的快慢 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不断地优化你的表结构 就是从一开始的方式 这样做的 然后呢 先来看一下 一旦你的表结构构建好了 表结构构建好之后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进行查询了呀 那在进行查询的时候呢 你一般使用这样的 slide的语句进行查询的时候呢 那你相当于 按照我们之前所说 它的查询过程 是一种什么样的过程呢 它的查询过程呢 就相当于 你在你的表当中 比如说我们在里面 selecting 然后呢 from这个ih 比如说刚才咱们的这个 house info 在这个防务信息表里面 有这么多条的记录 一共有六条记录 这些六条记录的话 你在进行查询的时候呢 它怎么查询呢 根据你指明的wire条件 一行一行 一条一条记录进行对比 然后呢 从头到后 然后呢 每次呢都是拿一条记录当中 根据你的wire关键字 进行比较 就相当于在这里面 slide 先用fromih from这样的ih 对应的house info 从这张表 然后呢 盖着你的条件 你的条件呢 可能写了好多的段 比如说 我在这里面写了一个 wireid等于1吧 进行这样的方式 那你wireid等于1的时候的话 这怎么做呢 你虽然看见 实际上是不是只有一条了 但是实际上 它还是从头到尾 过了一遍 它从到这 证明 相当于第一条 我看一下记录 这个id是不是唯一呢 发现是1 好了 这是你要的数据 我给你记下来 再来看一下第二条 这个ID是不是1呢 不是 再往下走 第三条是不是呢 不是 再往下走 从头到尾 要过一遍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查询方式了 那你说这样查询方式 速度快吗 不快吧 所以我要做的工作就是 我怎么优化一下 你这样的查询的方式 如果我能够在这个wire条件当中 你给我指明一个 自断给我指明一个值 然后呢 我在数据空中查询的不是从头到尾变了一遍 而是根据你的指明的这个值 我快速的就能够定位到那一条 就把这条给你拆出来 如果我说根据条件 最终找计算那种方式定位不到 那就代表记录存在 能够定位到 代表记录是存在的 通过这样方式呢 我们就能够快速地把数据给你返回来 那这样的方式怎么去做呢 这个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索引结构了 索引结构怎么去理解呢 就相当于 假如说这是一个酒店 这是一个酒店里面住了这么多人 住了这么多人的话 你要向班级里面 比如说去找咱们的这个 这个宾哥 咱们这个吴老师 他去开房了 然后呢 你要在里面去找他 你要去找他的时候的话 那这般情况下 你怎么自作呀 如果没有钱在这情况下 你不相当于从第一层的 第一个房间 一直便利到六楼的 最后一个房间呀 一个门一个门就要去找吧 你说一个又一个门就找 是不是就我们所说的这种便利的结果啊 对吧 那如果说现在有钱台了呢 怎么去做呀 你是不是问钱台的妹子 然后你说了 这个吴绍兵这个人 他在哪个房间 是不是他在那张表情中 很快就可以找了呢 但在3101房间 你过去 你不就别找到门了 所以我们说了 他钱台维护那个名单 就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索引结构 就跟你字典当中的 前面那几页 是不是都是 对你的哪个字母在哪页 哪个字母在哪页 直接去过就可以了 那就叫一个索引结构了 现在这个索引结构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所以就相当于 我们只要给咱们的数据库当中 建立那么一种索引结构 你给我一个名字 我立即的就会告诉你 它在哪 你直接找过去 就回了 所以这是官仗索引 那这种索引的话 都有哪些索引呢 这个建立索引的话 我们现在去想 索引当中 建立这个索引的话 就相当于 主件是索引 主件是索引 那我们看一下 咱们在每张表里面 是不是都会设置一个字段 ID为主件呀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刚才这个ID 最终在查的时候呢 它并不是一条一条去做的 因为我已经把ID 给设为主件了 所以也就是说 它通过这个值 通过一种计算方式 直接就定位的那条记录了 所以也就是说 它最终在过滤的 条目数的时候的次数 要远远小它 很可能就是说 定义了一次记录 就直接找到这了 这是观点 所以主件就是 一旦你给某个字段 建立主件 生产主件的话 好了 数据库当中 就会维护人的索引结构 这个索引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待会儿再来 再跟大家主题 现在大家什么 还没学过数据学过啊 我们待会儿再简单地 给大家主题一下这个东西 那个索引到底是怎么存的 其实关于这个主件 然后除了主件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这个唯一约束 我们建立过 某些个唯一约束吧 唯一 比如说那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unic unic 你一旦给说 某个字段 声明它是unic唯一的话 好了 它不仅仅要保证唯一 它同时也去建立了 一个索引结构 因为你去想啊 如果它不建立 索引结构的话 你给它插入条记录的话 它怎么确定 那个是唯一的样子 是不是它的有记录啊 如果你说了 它不建立索引的话 它还是从头到尾 一条一条去记录 那这个过程实在是太麻烦了 所以一旦建立索引之后呢 那索引的字段 也就变为了 是一种叫做 这个 这个约束的字段 也就变为了 是一种索引之段 那除了这个组件 除了这个唯一约束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东西 能够去做呢 如果你说有些字段 不具备这样的特征 它既不是组件 也不是数据值唯一 只是说 我想提高一下查询速度 就相当于说 我在某些色谷 有据查询的时候呢 那个字段的值 总是会出现在外耳里面 总是在外耳里面的话 也相当于 我总是根据那个字段值 在查询记录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字段 建立索引 那这个索引的话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索引 那这个索引 在my circle当中 最硬是哪个呢 最硬的关键字就是k 叫做k 或者叫做index 两个都是可以的 这是关于这样的索引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像这样的唯一约束 像主件 像索引 最终我们在circle一句当中 怎么去用呢 咱们在circlealcon 也就是跟大家提到的 我们建立索引的话 那上午问我的地方 在订单当中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status 没有一个index 这就是代表那个索引 它既不是唯一的 也不是不见 只是为了我查询速度快 我一般通常情况下 都会跟这个status 去过滤订单 所以呢 我就把它建立为索引 那如果落实到 socle语句当中 怎么去做呢 咱们来去看一下 那落实到这个 socle语句当中的话 我们可以 如果你一旦忘了 但是呢 你会发现 之前数据库里面 有些字段如果是有 那些索引的话 你可以快速去查 怎么去查呢 如何去查询某个表的 键表语句呀 这句话还有印象吗 叫showcreate table吧 然后呢 我们知道 咱们这个订单 这里面是不是有过 有对应的这样的 一个索引吧 来看一下 就是showcreate table 我们的订单是 IH author info 我直接让他把最终的 创建的时候的语句 给我展出来 你看一下 这是怎么创建的 一个完整的语句 就这么做的 创建的表 表明是谁 括号对于是一个一个的字段吧 从这往上 全都是所有的字段的 一个基本声明 这个语句还有影响吧 然后呢 从这个字段再往下 说明了 我现在呢 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主件 它是哪个字段呢 是id字段 对于呢 这是声明主件 接下来再看一下 这个kkk都代表的是 我建立了三个索引 这个呢 是这个地方是代表 这个索引的名字是谁 如果我没有指名 它就默认 采用这个字段名 作为这个 这个k的名字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索引的 这个名字呢 再换一下 括号里面才代表 是对哪个字段 去建立索引 根据哪个字段 查询速度能够去提高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在建表中呢 添加了这么一个句说明 就会把当中的某一个字段 变为了一个索引的字段 最终我在wire条件的时候呢 wirehouseid等什么的句话 那这样一种语句 查询就会是很快的 所以你就可以通过 这样的方式来去建 而且它也不是一个 你可以根据多个 可以跟上多个字 这是关于建立 索引这个语句的 现在能明白这些东西了吧 这是关于这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还跟大家说 这个索引呢 也跟你的主件是一样的 你都能够知道组件是可以做作为联合主件 也就是说可以把多个字段是当作一个联合主件呀 那这个索引也是可以的 如果我们在进行这样的一个select查询的时候 select这样的查询 然后呢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table 这个表 然后呢wire条件 wire这样的条件 你可能说有个A字段 然后呢 总是会出现 并且字B字段 也总是会出现的话 而且它总是两个条件 这两个字段一起放到Y条件当中 好了 那我就可以把它们放到一起 A跟B同时做成一个索引 那那时候怎么做呢 那个时候的话就相当于 你在这里面还是写一个k 再给这个k的索引随便起几个名字 括号当中只要包含两个字段 就可以了 以做号来分割 就是那样方式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相当于你最终再去做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就直接变成了 叫做什么呢 k 然后呢 在这里面你可以随便的去起名字 你比如说可以起名什么 abk 我可以起这样的东西 这是abk的索引 括号后面再跟上 A字段 B字段 那最终就将放到创建于表语句的时候呢 放到这里来 这个表方会把AB 同时作为一个联合索引而起来 摩克林类这里面在进行索引的时候呢 那就要求是说 最终在进行构建的时候呢 不是在这里面直接放一个index 而是说要在这个表当中呢 再去补充另外的一个东西 补充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补充一个叫做index 这是在db当中呢 要补充一个index 这样的一种类型 然后呢 在这里面去声明 那个索引的名字 后面再跟上最终的字段了 直了 就相当于在这个dbindex 你把它点看一下 它怎么做呢 一开始对这个名字 后面再跟上到底是哪个字段 这里面也有相对音的说明 看相当于 我在这里面去跟上一个东西 这是起的所有的名字 后面翻成的就代表 我只要把字段的名字 放到这儿就可以了 所以就相当于这个index 然后呢 比如说A KB K 然后呢 后面再跟上字段A 跟上字段B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操作的 好 这是关于这么一种行为 那现在关于这个索引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好 我们过来 咱们再来继续往下去说 往下去说的话 那对应的最常见的 就是主件 唯一跟索引 通通的全部都是这种 能够提高传续度 但是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明 之前一点索引都没讲过吗 我们再去说 这个索引的话 它是有利有弊的 有同学说了 那你竟然能够提高 我查询速度 好了 我把表里面所有字段 全给你建立于索引字段 能不能行呢 一定不要这么去做 原因就在于说 这个索引 它的好处是提升了查询速度 但是它来的 它带来的一个弊端就是 它会降低 你对那条记录的增扇改 增扇改的话 它会整个影响你的速度 都会降下来 所以它是一把双刃剑 也就是说 你什么时候去建立索引呢 你就是说 对这张表当中 经常是大量的查询操作 然后呢 在你的wire条件 又大量的出现了这样的字段 那就好了 你给这个字段去建立索引 否则情况下 就不要去建立这样的索引 你建立索引的话 有可能还得不偿失呢 你查询机会特别少 但是大量都是进行 数据的增扇改 增扇改这样操作 那相当于就会减少它的速度 所以这点才能明白意思吧 所以这个关于索引 一定要清楚 它是提升材料作用 但相反的 它会去降低你的增扇改 三种操作速度 它会给你拖慢很多 这是关键点 那关于这个索引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索引呢 我们也给大家去提供了一个 拓展的粤语足的这样一个链接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关于索引当中 关于索引当中呢 这里面是提供的是最基本的所有的说明 包括普通的索引 包括普通的索引的话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样一个字段了 我们在这里面刚才给大家看了 什么k字段呀 然后我们也说了 你就是除了这个k字段呢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index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链接当中做的工作就是 创建了一个index的那么一种东西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这创建表里面 它是使用的index关键字来去进行的声明 除了这样的话 还有这个唯一索引 然后呢 还有这个主件索引 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联合索引 也就是它所说的叫做组合索引 确实关键点 它通通的都给我们说列出来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 那我们哪怕是说通过建立 所以能够提高查询速度 但是呢 也有要求 要求什么东西呢 你的circle语计不能随便去做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通常有些时候会问你 问像张狗 问你张狗的时候 你有没有进行过张狗的优化 这方面怎么去答 你就想很直观的有一点就是数据库吧 数据库当中就包括circleacomy的话 都是通过模型类来进行操作吧 也就是说通过模型类的方式 你操作这个数据库 那你的数据库的circle语计 是你写的吗 不是吧 是不是它给你转换的 那它给你转换的circle语计 就不一定是最快的查询方式了 所以说一谈到这个地方的话 你首先反应来的是 我对模型类一定可以进行优化 有些时候呢 我如果发现模型类 给我查询的速度实在是太慢 那好了 那一部分我一定要去改掉 我一定不要通过模型类 我自己去手写circle来决定 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就在于说 哪怕我们在数据库当中 建立了这个索引 那这个索引放到数据库的 circle语计的哪个位置 都能够去决定你的查询快慢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么先来看一下 这里面已经给我们提到了 叫做什么呢 叫做最左前退原则 或者叫做最左原则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也去写一下 在这里 这个使用索引 注意关键的这个索引 叫做最左原则 什么叫做最左原则呢 比如说我在数据库当中 看一下 咱们在数据库当中 我们是不建立的三个索引 houseID useID 跟这个地方吧 然后呢 那我们接下来 比如说在进行数据库查询的时候 咱们在这边数据库查 在这样 然后呢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数据库进行这样 看一下底部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进行数据库查询的时候 总是在最后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进行slack这样查询的时候 from的话 比如说从刚才这个 从order info这张表当中进行查询 我后面是不是根据过滤条件了 过滤条件是我们所说的 你后面一直要跟上那样的一个索引字段 然后呢 这时候就说了 我们说有一个最左原则 代表什么意思呢 你尽量一定要把你出现的这样的 有了索引的字段 一定要往前放 你比如说我现在是不是构建了三个字段 三个字段是不是有索引啊 但是如果说我随便去写了一个别的字段 哪个字段我们会见索引呢 比如说这个amount吧 amount的字段是我们会见索引啊 我如果先把它放到前面来 再按的 哪怕说我后面再跟上一个house id house id 我说不跟上索引了 那你要注意 这时候的话 有些数据库里面的索引 它利用不起来 就相当于你这个索引白件了 根本就用不上 它还是一条一条去进行对比的 所以我们说了 这样一个优化 我们说的话呢 你就要把它的条件顺序换一下 叫做最左原则 也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这个关键 包含了建立的所有的一个字段 放到最前面来 然后呢你把没有包含的所有的一个字段 你放到后面去 放到这样的方式的时候呢 你最终那个所以它才能够另起来 才能够提升速度 所以说关于这一点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一个顺序就决定了快的慢了 对吧 所以你再去想 如果你通过那个sirclefmi 或者通过张布林模型类 它在给你转换这个sircle语句的时候呢 它有注意到吗 是不是肯定不注意到 所以它这个地方你就要注意了 有些太慢的地方 你就必须要通过自己手写sircle方式 去决定观念字的出现的先后顺序 这是我们所要说明的 一定要去注意 索引的话有一个最左原则 这是关键点 那相比的而言 那如果说你在建立索引的时候呢 还建立了一个联合索引 比如说你建立了多个字段 形成一个索引的话 那这个顺序的话就更严格了 怎么去严格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张表当中 通过alter table的方式 给你添加了一个索引 修改表有接触过吗 这是关于这个语句 alter是代表修改 我要修改表 修改这个表 然后呢我要给你add 增加一个索引 这里面可以用index 也可以用k 都是关键字 我不要增加一个索引 这个所以的名字我放到这 后面括号代表的是 刚才我们说的那种联合 所以你要把多个字段值 全都放到这 多个值都放到这之后 那也就是说 最终数据库里面 会维护这个所以信息 里面是对这三个段的同时记录 那这时候你在去查询的时候 哪种查询语句 才能够利用上呢 就说了 这三种语句 也就是说你的wire条件 你的这个wire条件 先出现的话 先放到这个地方 前面不再去写了 就写这个wire条件 你的这个wire条件 先出现的话 先是user name 再是ct 再是age 跟你建立索引的这个顺序 是一致的情况下 你能够去用得上 然后呢 接下来如果我少一算 能不能行呢 可以 但是你少的话 只能从后面少 你必须要传name 传ct 你放到这儿 好了 这个索引的话 也能够利用上 也能够加高速度 再也比如说 我只能拿这个优所内部 也能够去做 但是你相比而言 如果我再听这个wire条件 查询的时候 哪怕我还是出现这个索引字段 但是我后面 如果只跟上ct 只跟上ct等于什么什么东西 再跟上age等于什么东西的话 好了 那个索引白见了 还是没有上 所以这是对于联合索引的话 要求更严格 必须你的顺序 都跟它是相同的顺序 才可以 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最左原则 都是按照先后的顺序 来去操作的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使用索引的时候 一定要去注意 索引的结构 好 这是关于这个索引 我们要跟大家去说明的问题 那通过这个索引 我们也知道了 适当的去键 不是键都键 而在键完之后 还要配合设备 同时的去继续使用 这个索引也键完之后 相当于你在表的结构基础之上 已经有了 你再往下做的话 只能通过我的SOCO查询 优化我的SOCO语句的方式 来进行操作了 那优化SOCO语句的话 刚才咱们说了 你得去 再去使用索引的时候 以助理你的Wire条件 怎么进行操作 助理你的Wire条件 怎么操作 那除了这一点之外 如果我们是真的在程序当中 咱们在自己的程序里面 在这里面直接去写 写SOCO语句 而不是通过像SOCO 或者张罗蒙星内 知道的话 那这时候呢 也有优化 有什么优化呢 你的这个查询一句话 只要在程序当中出现 一定不要去使用selecting 一定不要去使用selecting 使用selecting的话 那它也相当于说 效率不一定高 那原因在哪呢 首先先来说 你就想selecting代表什么意思 把数据库里面的所有字段 全查出来吧 但是你说了 数据库当中 这么多字段 难道你在拿的时候 所有的字段值都需要吗 不需要吧 很可能我只需要 当中的某几个字段的值啊 如果你还习惯性地写selecting 那你就想吧 我们跟大家去说过了 实际上真正在运行的时候 我们的程序 跟这个数据库之间 是怎么一种关系 咱们的程序 跟数据库之间 是通过网络来连接的 然后呢 你的语句是直接通过 转换成suko语句 发送给mysuko 是在mysuko这边 进行完了之后 再通过网络连接 给回传的吧 对吧 是这样的方式吧 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提起来过的 那你现在想 如果按照这么方式 去进行理解的时候 你使用交给mysuko selecting 好了 mysuko呢 哪怕说 不管它怎么查询 最终就拿到结果了 这个结果当中 是把所有的字段全包还了 然后呢 再通过网络连接 通了全返回给你 返回你之后 结果你就用那么几个字段 你说 中间网络传说的话 影不影响效率 影响吧 你虽然认为说 这个网络传说很快的 但是你要知道 哪怕再快 我能够节省数据量 那还是能够提高速度 哪怕能够提升0.01秒 日积月累 我带来定期价值 就一定会很大 所以呢 所有的时间 都要细抠到这么一点上 比如说selecting 不要去出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有些数据库 没有那么智能 没有那么智能的话 你给它发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selecting 你发了这个selecting 它怎么知道说 这张表情有什么字段呀 它知道这个表情有什么字段吗 所以有些数据库当中的话 它还要经历过一个环节 经历过一个什么环节呢 它先自己查询一下 它先进行个查询 然后呢 把这个表里面究竟有哪些字段 先查出来 查完之后 然后呢 再把字段给你放到这儿 它把相对应的字段 给你变成select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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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字段全放到这儿 然后再执行第二个查询 那你说 如果经过它这么绕了一下 也会影响我的效率 所以这也是再一点 那现在来说的话 数据库的这方面 设计人员呢 都是比较智能的 你使用selecting的话 它直接就是相对应的 能够守着那个环节了 但是呢 我们在程序当中 还是不要养活习惯 不要去使用selecting 你查了哪个字段 就显示的声明 是查了哪个字段 哪怕我们去想 你从你的这个 看程序的人员角度 你为了维护你程序人员的方便的话 是不是也不要去使用selecting啊 你selecting 它知道你数据库里面 到底查出来什么字段了吗 不知道吧 是不是就跟我们说 在python标准里面说的 不能让你使用 brownvpaw的行人一样的道理 对吧 都不要去使用量子轻的 好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关于使用联合查询了 联合查询还有印象吗 就是 不是紫查询 联合查询是联合查询 紫压语 紫压语 如果是联合查询的时候呢 我可以说通过这样的inner join 或者left join 把两张表连起来的查询 所以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的 那相比而言 除了这样的方式 能够基本上已经多表查询 那我能不能去使用欠套查询 或者是紫查询 能不能去使用 欠套查询 欠套查询 或是紫查询 还有印象吗 就相当于select from 这张表 然后呢 某个字段当中 那个字段的值 我还再通过另外一个查询 拿出来吧 这是不是就代表是欠套查询 或者是紫查询啊 对吧 那我们现在来去说了 你所有能够用联合查询的话 那肯定通通的都能够用欠套查询查询 但是我们说了 这里面就快慢了 如果能够去使用联合查询解决的话 那千万就不要再去用欠套查询解决了 因为欠套查询或者是紫查询 它的效率要比你的联合查询要慢得多 你联合查询的话 这一句话 它只进行了一次查询操作 而对于欠套查询或紫查询的话 你这里面是不是肯定会出现多个查询 它会进行多次查询操作 你每次查询的话 都会浪费空间 所以呢 就相当于能够使用联合的话 一定不要去使用欠套 这是关键点 再往下 能不使用联合查询 就一定不要去使用联合查询了 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说的一点问题 这是关键点 然后呢 再来去说的话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就是关于外件了 关于这个外件的话 你应该把外件放在哪 在这里面 外件也是一种所影 外件也是 有些的数据库当中 把外件也当成是一种所影 但是我们不是绝对的 有些时候 我会把它当作一个所影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这个外件 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说这个外件 是不是相当于是能够保证 我数据库当中 两张表之间的一个关联性啊 对吧 是这样的东西 但是你说 如果我在勾建数据库表的时候呢 没有外件 能不能满足我整个产品的需求啊 可不可以啊 我在数据库当中 咱们在这里面 我们在给大家第一天去讲解的时候呢 咱们去做个相对应的这样说明 整个数据库的表怎么去建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咱们第一天 再去进行创建 咱们数据库的表的时候做的 那你说 如果我就考虑 User跟House这两张表 这两张表当中 如果我不建立这外件 能不能满足我整个产品的查询啊 或者数据增山改啊 可以吧 你大不了自己就是通过这样的RID 或者说这个通过USD 跟它是不是进行 自己多查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没有外件也是可以操作的 但是为什么你在学数据库的时候呢 还要学习外件的进入东西呢 有没有去想过这问题 为什么 既然没有外件都能够满足要求 为什么还要去设置外件呢 原因就是保证数据的一个完整性吧 意思是什么东西呢 你去想 假如说 这是我的User这张表 这是我的房屋这张表 房屋这张表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字段 是用户的ID啊 是跟左张表关联的吧 对吧 然后我现在就说了 那外件有什么作用呢 它要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意思就是说 如果现在当中 在数据库表里面 UserID有一个1 然后呢 在House表里面 有关于他所拥有的房子 这一时候 如果想要去把UserID为1的那条记录 给你删掉 你有没有去试过 能删掉吗 删不掉吧 是不是可以提示信息啊 说了 有别的表还在去使用到这个字段呢 这就是外界所拥有的作用 它要保证数据的一个完整性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真的让你删掉了 UserID等1了 那回回来 House里面那条记录 凡是属于UserID等1的那些记录 还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的吧 用户都没了 一个房子 保存到这儿 还有什么意义所在 所以就是关键点 它意思就是说 保证 我这条记录里面 只要用到UserID1了 好了 你UserID那条记录 就必须存在 这是才能保证 我整个数据的一个完整性 这是关键点 所以外界起的作用 就是在这一点了 那外界再起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会设立另外的东西 所以呢 就直接去创建外界 一旦创建外界的话 好了 你删的时候呢 它可以提示信息删不掉 只有你回过来 把所有数据户当中 跟那个字段相关联的 所有记录 全删掉之后 回过来 你再去删UserID1 好了 没有问题 你就能删掉了 这是关键点 但是如果说我觉得太麻烦的话 怎么去做呢 在你的外界当中 你每次创建外界之后 后面呢 还可以再去指明一个关键字 什么关键字呢 叫做Cascade 叫做集联 一再指明这个Cascade 这个集联之后的话 那就代表是miss了 好了 你叫删的话 你不是还要删这个UserID吗 你删吧 你只要一把UserID一删呢 数据库当中 所有跟它关键数据 通通全给删掉了 这是它所对的那个集联东西了 就像是诸联九族了 所以叫做集联那样的特征 这是代表这个Cascade了 所以这个外界的话 也仅仅就是用在这个地方了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就用不到这个外界了 所以当我们在数据库规模比较小 表不是太多 数据量也不是太大的时候 一开始在建表中 我们通通的都要去考虑建立外界 通过外界能够保证我们数据的那样的完整性 如果我进行过误操作 它能够帮我提示 或者帮我一块的年代的去删除 这是可以的 但是一旦我们去想 刚才说了 外界它既然也是有那么一种东西 它有这种功能给你提示 但是也就意味着说 买Circle当中 你在每次操作这种数据里面 一旦碰到外界的话 都会有额外的性能开销 就相当于跟我们刚才所说的 所以你建立所有之后呢 你对它查询能够提高 但是登山改都会降低效率 所以对于外界也是相同的 它会有额外的开销需要维护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一旦你的公司里面的数据库的表结构比较复杂 然后呢数据量特别庞大的时候 那好了 一般公司来说 就会把外界给你去掉了 就不会再去使用外界 全都是通过程序的方式 自己来去维护数据之间的一种观点性操作 所以这也是观点点 也就是说 一旦数据量大的时候 你要有意识 要把你的外界那个东西全都弃除 回过来 自己在程序当中 自己所动的来去控制之间的关系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说数据量大的时候呢 要去把这个外界删掉 数据量大的时候 不再使用外界 这是关于这点 好了 这是关于使用的东西 这点说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往下走 比如说 那如果你把这些都排查完了之后 如果还是觉得慢 怎么办呢 还会有相对应的工具 有什么样的工具呢 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去提出来了 这样的两工具 那通常情况下来说 这两工具一般是运维或者DBA去做的 我们自己在程序开发的时候呢 不是用到的太多 我们一般都是自己在去写程序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去问到这点的话 你要知道 就相当于说 还是有工具能够让去解决的 那这工具叫什么工具呢 就叫做慢查询工具 像MySQL 或者其他的关系数据工具当中 都会去维护着这么一种工具 然后呢 能够让你去查询历史日记的记录方式 来去看 我的程序当中 进行过大量的数据工具查询 到底是哪个语句 查询速度太慢 拖慢了我整个网站 所以你是通过这样的慢查询语句的话 通过使用这样的工具 来去分析 它会给你揪出 到底是你写的哪个色谷语句 太慢了 所以你揪出来这个东西之后 回忆回来 在你的程序当中 针对那个色谷语句 进行一下调优 进行一下改写 这是关键的 使用面查询工具 来进行分析 然后呢 慢查询工具的话 这里面有两种 我们给大家去提供了两种工具 上面那个MySQL slow 是MySQL官方就提供的 你可以通过配的方式 来进行查询出来的慢查询 而底下这个MySQL turning 是别人写的第三方的工具 可以使用这种工具 来进行操作 那这个工具的话 对于我们这个自己的 后端开发人员来说呢 很少会用的招 一般都是说 这个地盃才会去做的工作 然后呢 再来往下走的话 再来往下走的话 那就是关键什么呢 如果你现在连这个 搜索语句也有化不了的话 再往下走做呢 再往下走的话 就是咱们所说的 是不是要加入缓存了 我现在呢 整个搜索语句我都已经 优化到几点了 还是在慢 那怎么办 我就减少搜索语句的查询了 我就不往当中去查了 我去搞 我去引入缓存 我去读取 这样的内存型数据库 内存型的速度的话 肯定要比你快得多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 引入这个缓存 也是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好了 如果这个缓存解决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往下说 跟缓存同一级别的那种操作的话 还有能够呢 就叫做读写分离了 这个读写分离的概念 有接触过吗 或者叫做这个 主同热备份 主同同步 有去讲过吗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这样在数据库当中 主同同步 又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还是拿这样的 MySQL当中来进行举例 我们为什么总是说MySQL呢 因为就是说 MySQL本来就是一个开源的东西 然后呢公司当中都不用付费 可能是去用的 所以呢既然是开源的话 也就是说没有售后给你去提供 所有东西都需要我们自己操作 然后呢如果公司里面有些关系 我们现在说的东西都是 关于关系数据库的 如果公司里面有些关系数据库 它不是用的MySQL 比如说用的Oracle 或者其他的东西的话 那都是商业版 都是付费的 所以呢就是 后面有一大堆的数据库的 其用商人员 他那么多帮你去做 那时候呢 不需要我们自己进行优化了 但是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的话 除非是特别特别特别大的那种公司 而且是像那种金融性的 像国际的话 他会去找专门有售后人员的 我愿意掏钱 你帮我来去做就行了 但是对于一般 咱们这种公司呢 都是使用免费的MySQL来去做的 所以都得咱们自己进行优化 所以问的时候呢 一般也是问的 这种MySQL的数据库了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代表什么意思呢 真正在线上运行的时候呢 我们也跟大家去说 你的数据如果都存在 一台MySQL当中 会不会有问题啊 存在一台当中 肯定会有问题啊 存在一台当中 你一看它挂掉 那整个东西数据全丢了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一般在线上来说的话 对于MySQL来说 我们最终会给它被多台的 会存放的是多台数据库 当中有一台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主 叫做主地 主那台 然后主那台的话 一般把它叫做Master Master 主 也就是说是神 主的意思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 那其他的那些机器呢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虫 虫属的 那这个虫的话 一般我们把它叫做 这个slave 奴隶 slave 就是说关于这个Master 跟这个虫 slave之间的这种关系 然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出现多台 我们现在就拿两台 来给大家解决 如果出现这样多台的时候呢 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需要 按照我们才说的话 出现多台 然后呢如果想把多台 进行数据备份的话 那应该是说 主跟虫之间数据 是不是应该一模一样啊 既然是一模一样的话 怎么做呢 那你说呢 我可能得找一个中间程序 从这边组的东西不断读 然后在oslave去写吧 但是这段程序不需要 我们要做 原因就在于MySQL呢 它本身就实现了这样一种机制 也就意味着说 在MySQL当中呢 提供了一种叫做 主从同步的机制 主从同步这种机制 而且呢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开发 你只要进行通过配置就能开起来 通过配置参数就能开起来 通过配置文件 只要通过修改配置文件呢 就能够给它开起来 所以就相当于 你到时候呢 对于主这台机器 修改下配置文件 对于从这台机器 也修改配置文件 然后呢 修改完成之后的话 你只要说了这个从 是哪个的从属呢 是这台主的话 好了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再任何的操心了 这个从这台机器呢 会始终保持着 跟这台主机间的一个连接的关系 它一直会保持这样的连接关系 然后呢 只要主机这边有数据的任何修改 从的话 立马就能够得到那份数据 并且呢 把数据也保存到同的这台上来 所以呢 而且这种同步的关系呢 是几乎是实时性的 你根本就不用去考虑这种延迟性的关系 只要组在里面有 从的立马就拿到了 所以就说 这是MySQL去实现的这样一种机制 那我们在线上用的时候呢 一般就去利用这种机制 把它去配出来多台 多台之间呢 是主从同步 两台之间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进而我们就把这东西呢 叫做主从热备份 主从 主在里面删除了呢 从的也就是团成功 你对于主的任何修改 你对它的增删 对它的增删改 从都会拿到 它是怎么去拿的呢 实际上一般来说 就是说 你对于主在进行操作的话 无非不是得去进行色谱语句的操作吗 对吧 你进行色谱语句操作 所以最终的话 虫跟主之间这种操作呢 它就是把你主 对于主的那个执行的色谱语句 立马发给虫 让虫也执行一下 所以你的色谱语句怎么去写出 增删改呀都有呀 所以它在发的时候呢 对于增删改 统统的就全都放在这儿了 那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主的删除了 那虫也执行删除了 那你为什么要删除主的呢 你要删除主的话 不相当于那颗数据本来就不需要了 我们说的是 主同的备份代表运策 不是我主要想删 而是说这台机器挂掉了 断电了 或者磁盘怪到坏了 这时候的话 数据不是我想删 但是无能为力数据丢掉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从这台我还能够拿得来 但是如果你说了这个主的话 我就想删 那是你要删 那你要删的话 说数据丛也得去删掉 所以就是保证这样数据的一致性 这是我们说的 我们把它叫做主同热备份 主同热备份 热备份的话 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热指的是 两台机器都不停息的情况下 数据就能够做到同步了 这是关于这样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种主同的这种同步 我们把它利用起来之后呢 不仅能够达到这种备份的 这样操作 还能够达到什么一点呢 通常情况下 对于从来说 不一定只有一台 可能会有好多台 你完全可以把好多台 通通的都配置到这台主来 然后每个主都会跟自己 多个同之间保持同步的关系 这是观点 然后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在从数据库的 在从数据的完整性 在考虑这个灾难的情况下 我就有备份的操作 那有了这样的机制的话 我们在程序当中 也能够利用起来 我们在程序当中 利用起来之后的话 就能够提高我们的速度 怎么去提供呢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假如说 这是我们的运行的后台程序 这是咱们的一个 对的服务器程序 服务器的程序 这台服务器程序的话 最终不是要进行 数据库的操作吗 对吧 那在进行数据库的操作的话 它怎么操作呢 按照之前来说 我们只有一台 只有一台的话 是不是只跟它保持连接关系啊 然后呢 所有的所有口语句 都通通的全发给它呀 但是你看 现在有这么多台 每台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那我现在是不是能不能让这三台 同时都担心我的责任呢 我那么一大堆的查询操作 好了我不交给你一个人 我让你每个人都承担一份 能不能行啊 完全可以的吧 因为在咱们服务器当中 是不是就是多任务处理的呀 多个务端同时来做做的 然后多个用户都发过来的话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设定到 数据库查询操作 那好了 我就把这些数据库的查询操作 我给你分开 分开之后的话 就相当于 我在我的程序当中呢 去维护着多条的链接 然后呢 维护着多条链接的时候呢 我在程序当中 只要设定到数据库操作的话 我有意识地 给它往不同的机器上面去发 经过咱们自己 写程序的方式来进行控制 最当然咱们在试图卡上当中呢 来去写程序 我要进行数据库操作的话 好了 我不只往一台上面 我分开前进行发送 那这时候呢 咱们怎么看呢 我们这时候呢 就有一个原则 你这里面有这么多的搜固语句 要往外发 好了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怎么去发呢 对于 你如果你的搜固语句 是进行数据库的修改的话 有个绿对应呢 是增 增 删 改 如果是进行的这样操作的情况下 那好了 我们就你要有意识地 把你的搜固语句呢 是往这台机上面发 比如说使用这条链接 把搜固语句发送过去 然后呢 如果说你进行的不是增删改 而进行的是查询操作的话 那好了 我们就可以 你通过任何一种方式 随便的选出来一台搜固语 然后随外选出来 才从的 买soco 直接把soco语句发给他 他会把语句发给我们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 读写分离了 我们一般把查询呢 叫做读 然后呢 那把增删改呢 叫做写 这就是我们说的 叫做读写分离 读写分离之后呢 我只要把书记往主的上面去修改的话 那时候 从的是不是 东东的都从不过来了 然后呢 我再去读的时候呢 我也只要从这个 从的上面往开读 而且从的话 如果有多台话 那我都是分散的往外去读 相当于就能够减轻这样的压力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读写分离了 所以相当于读写分离也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读写分离也是我们所说的一种优化的方案